大家好,我是小七 现在已经立秋了 进入秋季,我们养的那些荷花 如果说想要在第二年春天开花的话 一定要做好一些事情 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 有些话就是说 我每年到了春天就不开花 今天需要做的是 在秋季它要干啥知道 它在秋季温度不是太高 而且见光充足 这个时候长叶片 而且叶片长出来会比较肥厚 所以说秋季我们让它长叶片 长叶片用什么肥呢 用通用肥就行了 不要去用高蛋肥 否则的叶片长得太快会很薄 这个时候又通用肥半个月到一个月使用一次 一般一个月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肥料一直给它使用 浇水一定要跟上 无论是嫁接的还是资根的 盆土干透 及时给它浇透就行了 这样去保证着一直养 养到什么时候呢 养到你们那的温度 比如说白天的温度在20度左右 晚上的温度能够在10度左右的时候 这个时候温度就低了 我们需要做的是 把一些非常小的刚刚长出来的芽子 全部给它剪掐掉 掐掉以后呢 改用什么肥料 磷肥 用磷酸二清甲 用磷肥的目的是啥呢 一能够增加它冬季的耐寒性能 二用上磷酸二清甲 它没有氮 用上以后 我们掐掉小叶片 这些老叶片 就会逐渐的老化 变肥后 它不会再去长新的叶片了 这样呢 就能够让它得到充足的磷元素 一个月给它一到两次 持续使用到冬天停肥 它的叶片变老化 而且它的花园会提前的分化 等在冬天的时候 就会长出花园 到了春天就能开花 即使冬天 您的温度低 它不长到了春天以后 快速的冒花园 这样就能够彻底开爆了 我这可是嫁接的 你看上面 这条长得这么长 而且叶片非常的肥厚 但夏季它也是生长的 之前给大家说过 一定要保证浇水 有好多话 加不上水 它的叶片就瘦了 如果叶片瘦弱了 我们需要做的是 让它恢复叶片 这个时候呢 保证浇水充足 干透焦透 我们可以去通过 喷叶片的形式 给它补充一下高氮肥 一般的话 10天左右一次 让它的叶片恢复饱满 恢复饱满以后 再按照小气收藏法去养 这样就能够保证 它第二年春天的时候 必然开花 但是一定要记住 秋季光绕充足 到了冬天 即使它不长 也要见光 到了春天的时候 必须光绕充足 这样才能够温化花园 花苞快速的长出来 快速的开花 如果说到了春天 不见光 缺光的话 即使长出花苞来 它的花苞也会脱落 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下期点个赞 点关注再走